给到高位的李梦再转到篮下 坎贝奇有高度 对球是靠着两个防守人放进一个两分 两队开局的整体攻防节奏打得也不快 还是李梦 对球吸引开防守人之后转移到外线 给坎贝奇三分就命中漂亮 还是王思宇 找到高位的高速 李梦绕出来 今天李梦要发威了 十冲篮下再取两分 还是李梦 一跌二 拿下两分 李梦这个点确实是无解 本来这一下坎贝奇防住之后 吃球阻止反击 李梦追身要一个三分九 夜来连续的两季三分 再来看韩旭找到李梦 给回来翻身跳投 韩旭好球啊 这是他的绝技 他给坎贝奇转移到外线 李梦突破 高打板命中 这球空中失衡的情况下放进了 底线球 李梦高位直接去找坎贝奇 随后再回过来 李梦转身 打板命中啊 感觉今天这场比赛 李梦是非高难度的球不进 李梦 再来这球给李双飞 看看李双飞 走向转移球 找李梦 超远三分球啊 顶着放手人头 还是李梦 体前变相衔接背后运球 娴熟的运球 这是身体即将失衡的这一刻